明年我们的治水预算551亿 这其中有159亿 是在7月以后我们才增加的 立法院一定站在跟我们同样的角度 到高雄同台市长陈其迈视察治水成效 行政院长卓荣泰依旧心悉 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只不过前一天朝野和解饭 吃的人输遗憾 没吃的火气也很大 武党级立委高金素媒脸书开炮 指控卓荣泰在参会上说 行政院没对禁法补偿提复议案 亦是我对原住民的人词 痛斥这行为就像测译 但被卓荣泰驳斥根本造谣 他说自己明明是说 很多人认为针对禁法补偿法 政院要提复议 但我于心不忍 民众党立委黄国昌也还原卓荣泰说法 卓荣泰说 因为很多人劝他要提复议 但是他不忍心提复议 那所以他才没有提复议 但高金素媒不甘示弱 脸书继续呛 说卓院长不提复议是于心不忍 最后不编预算是对原住民 不再于心不忍吗 和解犯似乎没解决争端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开骂 现在讲那么多都是废话 总统公告的法律 立法院通过的法律 那大家就依法行政 昨天最大的突破是 朝野都希望赶快一起来 让总预算来复为审查 那昨天韩院长也正式承诺 他会快速召集协商 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 将留待朝野协商 只不过一顿和解饭 朝野越吃火气似乎越大 三立新闻 黄晨鹏 两名军小组 最后报道